您到這個Google裡面 或者是您在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 也可以找到 有沒有 老師的部落格 剛剛你有進去過 那您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打關鍵字素文老師就好了 因為我有買關鍵字 應該的啦 老師也是要行銷嘛 你不能說就因為是老師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點進去呢 就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那剛剛你有看到 其實我部落格上 就是會介紹一些可能一些軟體的使用 然後一些 一些 那個 相關的教學 相關的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在這裡 老師都有這個教學頻道 我有在經營教學頻道 所以您進到這邊來 你就可以看到 我去每個學校 有公開演習的部分 我會放在上面 所以您都可以進來看 比如說你想要看這一塊的話 點進去 那麼我們在這個右手邊呢 右手邊會像你現在看到這樣 因為像我們一般 摩克斯的話 大部分都會錄 就是以小影片嘛 5到15分鐘 5到15分鐘一個主題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把它每一個標題都標示好 我想如果我今天 演習就一段影片 你回去邊看邊找的機會 幾乎是零 對不對 擁有不代表 哈哈哈哈 你有擁有影片的網址 不代表你會嘛 你會去看啊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的話 你在找總是相對比較容易 對吧 我們既然有心路了 我就想要把它整理好 只是大部分我都是 現場就錄完 回家要做的 我再把標題確認一下這樣子 拜託不要再讓老師回家剪接 我們也是有蹊跷好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們盡可能用最方便的方式 我上課的方法 我是不是就像這樣錄下來 那錄下來之後其實 就好啦 除非你要做很精緻的 不然的話 其實我會盡量在現場 維持現場 所以我盡量還原現場的狀況 有時候我還要多增加攝影機 照一下現場同學 但是大部分沒有 是因為你們有肖像權 我的在這裡沒關係 哈哈 因為有些同學不太願意上鏡頭 就盡量減少 我就盡量盡量拍 那拍我的沒關係 反正網路上你隨便找朋友 哈哈 OK 所以這個是 如果您看到那個 影片的部分也可以 那另外呢 其實您剛進到那個 OneNote裡面啊 我在這邊有OneNote的翻轉學習區 那有一些教學也有公開的群組 公開群組 您也可以直接從這裡 就是 你到群組這邊的時候 現在 是不是只有自己的對不對 那你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你就可以用我的名字 有看到了齁 雖然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看到了 那你在這邊直接打 有沒有發現有好幾個我的 其實蠻多的啊 大概五 應該現在五六十個了吧 反正我只要是研習可以公開的 我盡量公開 但是不要要說我全部都是公開的 留一點給我 我也要上其他課 哈哈 就是有一些比較不適合公開 我就沒有公開在上面 但是呢 至少這些其實有一些還蠻不錯 像我們中文系的 講的這邊我也都留著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要加入 點進去之後 一樣我就會把我們上課的影片 就是課程結束之後 上課影片呢 我們就一樣 會把那個網址公佈在那邊 這樣的話你就比較方便去看 當然以後 如果各位有問題 您一樣可以在這邊發表訊息 或者到我的部落格 YouTube上面 影片下直接留言 我有看到 我會盡量回信給你 這樣子 OK 可以了齁